好同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记的这一篇 他在强调什么 他说凡学之道言师为难 言师这句话呢就是指尊重老师 就是说这个是从礼记里面先讲出来的 就是说学习这件事情 首先呢你要先尊重这一个专业的人物 尊重老师 尊重老师是最难的 言师为难 那他又继续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像领域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先尊重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呢 因为他说师言然后道尊 就是说你能够呢 像老师学习尊敬老师的时候 你这个本身你看中这个人 他这个人教授出来的东西才会有价值 对不对所以师言然后道尊 道尊然后明知静学 才能够这个更崇敬 或者说更尊敬的 珍惜学习这件事情 静学 所以他说这个国君呢 有两种情况 不成于其成者 也就是说不用成礼 就是说不用成子呢 可以什么情况下呢 不向国君行成子的这种礼述 国君呢只有这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当其为师 则伏成也 也就是成子在当这个师是什么呢 师是一个祭祀的对象 古代的这个不是用神主牌 所以古代是不是有一个成语叫 师为树餐 其实蛮好玩 就是说有人呢 有点像是角色扮演 就是到了这个你的这个祖先的忌日啊 或者是清明节的时候 然后这个人呢就扮演你的祖先 好就是有点像人偶 金童玉女的概念 那他就会坐在那个祭祀的位置上 好什么事也不用做 就是端坐在那边 那底下的人呢 就要向他行礼啊 然后这个呃 就是跪拜他 然后又给他很多这个祭品 所以我们才会说 你这个人呢 站着毛坑不拉屎 就是说徒有职位 然后不用做事 薪水小偷的 就叫做 师位素产 就是你就坐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就白白的可以吃很多东西这样 这样 所以以前有这种职业 有没有也蛮有趣的 就是找人扮演你阿公 或是找人扮演你的祖先 那那个国君也有祖先 要祭祀 所以当你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国君算是最大的 可是呢 你现在扮演的是他的祖先了 所以他就要帮你 就是他也要跪拜你 所以这个时候 臣子就不是臣子了 他时候他就变成你的祖先了 你的阿公了 这一类的 所以他说第一种情况是 当臣子变成这个司 就是祭祀的人物的时候 就不是臣子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 当他是天子的老师的时候 他也不用向国君行大礼 那他就不是你的臣子 他就是你的老师 太师或我们讲太父 对不对 所以他说大学之礼呢 虽照于天子无北面 所以尊师也 也就是说 这个礼数这样子的东西呢 由天子来颁布 可是呢 天子这个时候就不北面 北面是什么 我们讲说面北呢 就是在南面嘛 北面就是面北 所以也就是 你是处于南方 你朝北 所以你是臣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臣子跟君臣之间的关系 就不是这样界定的了 所以他说因为这样子呢 才能够尊师也 就是说尊重专业尊重老师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那个A选项他说 凡学之道言师为难 不是强调态度 是在强调尊敬老师最难 好 所以并不是指说 不够严肃或庄重 这个不对 再来B说 师言然后道尊 道尊然后知敬学 点出了尊师的重要性 没错就是要尊敬老师 尊重老师 好 那换成我们现在讲了 那个老师也不一定是 站在那个讲台上的老师 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尊重专业 好这样 好 再来C选项呢 他说 当其为师 当其为师 两个都念师 他说 国君就不必行大礼 不对 是臣子就不必向国君行大礼 因为当你是他这两种身份的时候 OK 再来诸选项说 主要原因是大学之理讲究这个君臣之仪 好不是 是讲求尊师众学的道理 好 OK 所以诸选项也不对 好 那我们就把B选项呢 这个答案找出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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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